哈喽,大家好,我是雪强 有不少朋友在视频后面留言 问我的配件啊,在哪买的 我都是在淘宝买的 并且呢,没有说固定在一家买 都是选哪家有 并且呢,信誉还比较好 就直接就买了 咱们看一下这次买点啥 看,这是这次买的 先看一下,一共花多少钱 25.88 主要是买这个管子啊 这个,前两期视频 你们修那个充电器嘛 主要是买它呢 莫斯管,15N60 这些都是,其他都是随便买的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阻吧 这一堆都是电阻 看一下,这是三瓦的 然后呢,其他都是两瓦 你看,这是1欧的 然后呢,0.2欧 这是0.1欧 这个三瓦呢,是0.22欧的 这个是 金属,金膜电阻 这些都是碳膜电阻 这是金膜 这个是金膜电阻 金膜电阻呢,就是稳定性更高 精度更高 你看,它这个是5-4缓的嘛 你看,这个就是4-4缓的 这是0.1欧的 还有这个 这个我买了两瓦的 它估计是没货了 直接给我的是 这大概是1瓦的 0.33欧 为什么大概是1瓦呢 我不太确定啊 因为你看,对比一下 这是以前买的 你看,这个个头 这是四分之一瓦的 很常见这个点 这是四分之一瓦的大小 看到吗 这应该是1瓦 再看一下3瓦和这个2瓦的个头啊 它,它家这种怎么不明显的 有的3瓦和2瓦是挺明显的 打开看一下啊 看 就是3瓦这样看起来就粗一些 看到了吧 你看这个 这是我以前买的 人家也是写的3瓦330K 这个3瓦就大一点 看到吗 明显大 然后再看这个管子啊 这是我买的拆机的 这个是全新的 这是12N60 这个是15N60 这个封装格式也不一样 看 这次人家这这种拆机的 你看 直接人家都处理过 某一看给新的似的 并且表面它已经处理过了 给那个 攒新的没啥区别 只不过你看着 表面稍微有划痕 并且这个管脚了 不是太直 人家处理的非常好 其实呢 莫斯管 大家看一下这个网上 嗯 各个价位都很多 我我感觉这个 拆机管还是比较有稳定 比较稳定的 并且价格啊 不光是价格 主要是稳定 看这个才多少钱 七毛钱 这个 这个 看这是以前买的 这是 可供规 你看这个全新的 就是管脚 它是笔直的 只不过它这个 是歪的 并且你看这个管脚 它剪掉的 短 其他都长 看到吗 这也是短 但这个质量 我个人感觉这个车机的 这个管子质量很好 有的朋友就问了 你经常买零件 怎么不固定 几家买 固定不了 为什么呢 这个零件 总力太多了 没有一家 或者两家 是把这个 所有零件都卖全的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买零件的话 就是直接淘宝上 一搜这个零件型号 然后会很多商家出来 对吧 再点个销量 销量高的 再看一下这个幸运好的 就直接买 假如你买这个莫斯管 还有这个IGPT管 这个中大功率的管子 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 直接买这个拆机管 人家写的就是拆机嘛 这些管子质量 都是很有保证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